欧佩克加国家突然宣布减产石油 未来几个月 国际油价和国内油价会进一度飙升吗 各位欢迎来到这里说事 过去两个月 咱们国内油价是连续多次降低 说实话 对于很多有车的朋友而言 这算是一个绿好消息 毕竟前几个月咱还担心 说这个92号都要进入到10时代 现在95号都要降到70时代了 然而可能低油价这个日子又要过去了 为什么 就在前两天 欧佩克加国家突然宣布 从11月份开始 他们要减产石油了 每天减产200万桶的石油 占当日全球石油出产的2% 为什么要减产石油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前一阵子国际油价太低了 他们赚不到钱了 所以他们要把这个油价涨上去 那么他们自然就要利用 供需关系这个工具减产提价 此前两三个月 为什么国际油价会大跌呢 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呢 俄乌战争毕竟已经打了八个月了 所谓利空出尽 不好的消息全球都已经知道了 已经把这个消息都消化掉了 所以油价没有再多上涨的基础 另一方面呢 过去两个月以来 美国那边在不断加息 美元在不断的变得强势 美元对全球一众主流货币都在升值 所有用美元定价的大宗物品的价格都在降低 比如说黄金的价格在降低 那么自然石油价格也在降低 低到煤桶都低于80美元了 已经比二月份俄乌战争开始的时候还要低了 所以我们在过去两三个月 也享受到了连续五次的汽油价格的下调 但是中东那些国家坐不住了 他们觉得石油价格低啊 我赚不到钱啊 刚开战那是一桶一百多美元 一百二一百三 那赚的都狠啊 而且大家记得吧 当时俄罗斯高官还说啊 这个欧洲和美国如果制裁俄罗斯的话 如果禁止俄罗斯石油出口的话 那么有可能国际油价要飙到 一百五十美元一桶 两百美元一桶 对于那些大量出口石油的国家 他们当然希望通过这样一个状态 赚得盆满钵满了 要知道天然气价格现在可真是高啊 没怎么降啊 天然气价格动辄是战前的七倍八倍十倍 甚至前两天法国财政部长还说 美国正在搞经济强权啊 美国现在运往欧洲的天然气 表面上来讲是帮欧洲兄弟的 实际上那个价格是美国本土的四倍五倍之多 一艘美国驶往欧洲的液化天然气专用船 美国商人能赚两亿欧元以上的预准 是的 幸亏全球这个石油供应比天然气稳定的多 要不然大家想想这个国内油价得涨到一个什么状态啊 所以啊 中东这些土豪可能也眼残人家 美国呀挪威呀卖天然气转海了啊 所以感觉到你看我这个石油价格怎么这么低 因此他们要求减产提加 石油价格如果涨上来了 不开心的是哪些国家 那我国当然不开心了 那咱们现在最担心的就是 汽油价格飙升带动本土的通货膨胀 美国那边也很不爽啊 虽然说液烟油革命成功之后呢 美国已经转变成一个石油输出国了 美国的能源可以自给自足了 但问题是美国毕竟是个车轮上的国家 美国老百姓使用的汽油那量比我们多得多 咱们这说实话公共交通发达 你要真是汽油价格暴涨到一升十几块钱 我们可以坐地铁 我们可以搭共享单车 我们可以坐公交车 美国那边不行啊 美国普通老百姓出行 必须得开四家车 单乘这个通勤旅程就超过50公里啊 所以当国际油价飙升之后 美国国内油价一定会上涨 一旦油价上涨 美国这个通货膨胀又加剧了 美元储你再加多少息 它也摁不下去 尤其是美国还有一个很麻烦的事 11月份要搞中期选举 大家记得吧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两年前竞选的时候就说 如果让拜登当了总统啊 美国油价将超过五美元一加轮 当时美国很多城市油价才两块多一加轮 然而一语成衬啊 真的前几个月 美国很多城市油价高到了五美元一加轮 这好不容易摁起来两句 现在欧佩克国家一减产 美国油价又会应声上涨 而且很多人对未来几个月的油价是很不乐观的 为什么一方面欧佩克铁了心了要减产 而且他的减产决定得到了俄罗斯的大力欢迎 当然了减产之后油价飙升 俄罗斯中央财政才能赚到更多的钱 另一方面呢 马上冬季就要到来了 全球对石油的需求会增加 而且俄乌那边这两个礼拜仗是又打起来了 已经开始破坏对方的大型民用设施了 所以当战争的月度加大之后 可能欧美对于俄罗斯的制裁也会加大 进一步拒买俄罗斯能源 然后造成全球石油供应和天然气供应的紧张 这个价还得涨上去 所以我觉得咱们国内的很多好朋友 我们得做好这个准备 此前两个月真的油价已经连续降了五轮了 但是10月10日24点那一次 大家发现没有 油价没有调整 没有上涨也没有下降 为什么国际油价就在最近一个礼拜已经涨上来了 照这个趋势发展 未来几个月油价再大幅上涨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当然应对油价上涨 我们其实也有两方面的预好 第一呢 我们跟俄罗斯关系不错 尤其是当美欧加剧对俄罗斯的制裁之后 真的有可能俄罗斯大量的能源是在西方卖不掉的 所以它只能转向东方 四五月份的时候 印度为什么大量的进口俄罗斯石油 俄罗斯给它打七折 所以很有可能未来我们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 进口的石油都能以一个比较实惠的价格 这样国内油价就不至于涨到天上去 另一方面 大家也注意到了 现在买车的朋友们越来越多的开始考虑电动车了 现在大概每三个买车的朋友们中就有一个最终会选择电动车 而且这个趋势在加剧 确实油价我们是很难控制的 可能今天相对低点 明天就涨上去了 然而电价我们一直控制的还是相对不错的 而且充电桩的建设越来越多 可能未来当大部分人都使用电动车的时候 我们对于油价的上涨还是下跌 也就不那么敏感了 然后还是下跌 让我们来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